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外国最老的一些图 画在墙上的四章代表了四百年 这是从15世纪到16世纪 17世纪至18世纪 基本是中国图 最老的是宋代的 这是八百到一千年前 琳琅满目的老地图 古色古香的旧书杂志 满屋游墨香气 在位于香港铜锣湾的一间地图馆中 记者见到了香港古地图收藏家谭兆章 数十年来 他一直从事古地图收藏和研究工作 因其藏品数量多 品类权 且部分古图十分稀有 他也被业界称为地图大王 我开始的时候 估计自己大概有二十万张左右的地图 就是少部分 三分之一是中国各省市的古图 另外一部分是外国的 这个不同地方的图 加起来大概两部分 二十万张左右 谭兆章金融业出身 最初在银行上班 工作原因使他常往来于世界各地 早年间科技并不发达 纸质地图是 谭兆章从不离手的出差必备 而真正开始收藏地图的契机 还要回溯到 他在美国纽约出差时 好友送他的一幅 十九世纪的古地图 我们走的时候 他送了一张很疼疼的古地图给我 是用铜板画画出来 怎么知道在途中 因为可能在这个车上缓 左缓右缓 又再缓 缓到来睡着了 这张东西可能丢在这个车的旁边 我回到纽约住在那个幼城 找不到他 所以我很心急 因为纽约这三条街 礼拜六有地摊的 我就地摊去找 结果找不到 但找到很多纽约的古地图 正是这趟不在计划之中的海外奇遇 让谭兆章彻底迷上了收藏地图 此后他几乎每到一个城市 就会去当地的古玩市集寻找古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谭兆章被北京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在内地开班授徒 讲授国际行政及金融 授课闲暇 他总会去北京潘家园淘宝 我四点多就出发 大概五点不到就到潘家园 全部都是沙地 都是沙土 都是有一些看不清楚的样子的人 但我要手电筒 你要跟他讲 很眉弱的灯光底下认识的朋友 他有一些东西一定会让给我 这怎么就让呢 他不卖的 但是我喜欢 要谈很久 两三天以后 因为我告诉我是北大教授 我说你放心我不卖 你就让给我 但不能够要价太贵 我是教授的 没啥钱 所以不要太贵 对谭兆章而言 地图的价值不能只用金钱来衡量 而是通过其中印含的历史发展层面彰显 透过古今中外的参照对比 方知过往来路不易 亦能鼓舞和指引将来 首先我很集中看 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图 但是建的这个铁路 是等于现在的几十分之一 所以我把今天的高铁图 这个地图 跟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建国方略图 放在一起 一比较 我才明白 我们突破了很多大的关卡 那取得老百姓都接受的结果 所以我很喜欢弄古地图 跟金地图比较比较 那一看就知道 以前的梦 今天的现实 都展示在前面 在谭照章看来 古地图中包含了 绘制者所处时代和地域的政治 经济 人文 地理等重要信息 既是古人先贤智慧的象征 更是现今人们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 首先它是一个智慧的工具 第二它是一个战略的工具 地图是可以把远方的因素 全部放到一个宫间里面 还有在一个时空里面 就当今的空间怎么利用 所以战略思维是从地图产生的 近些年 谭照章身体力行 先后赠送和借藏几千件藏品 给香港中央图书馆 香港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等不同专业研究机构 它希望借此鼓励青年一代 从地图中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历史 渐网之来 力行致远 中央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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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图书馆